汤龙有悔是金庸小说降龙十八掌最厉害的一招,里面的悔有反省反思的意思。 龙是用来象征具有天德的君子的,所谓天德就是天道声声不息的性质。 汤龙有悔,所以君子要反省检讨自己以达到日新月夜与诗之近自我进步。 其启示有以下几点。 一,要紧紧把握规律和趋势,保持记忠且证,成满时致敬,反思自我。 二,要致进致退,方能成事。 三,形式是变动的,处事要动闪失,远则有力的时机行动。 四,作为君子,不停反思让自己进步以达天之德。 一件事情在发生之前,我们是没有办法做出准确预判的。 可是呢,有的人却可以把事情未来的走向,猜得八九不离十。 拥有这种预判的能力,无疑就是把握住了人生的方向盘。 但想想看如果你能够预测到,事情会像坏的一面发展,就能提前做出规避,把自己的损失降到最低。 如果预测到事情会像好的一面发展,你就可以提前布局好,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。 那么这种出色的预判能力,是怎样训练出来的呢? 首先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,为什么大多数企业家都是经历过数次创业的失败,才能最终获得成功呢? 因为企业家会通过反思,总结创业失败的经验与教训,等下一次创业的时候,对将来可能遇到的问题。 他的心中已经有了提前的预判,所以即使遇到突发事件,他也能够随机应变,不会被打得措手不及。 所以说出色的预判能力,是通过对过去的经验进行大量的反思,而训练出来的。 那么,为什么反思可以提高你的预判能力呢? 其背后的底层逻辑又是什么呢? 其实呀,反思的本质就是用更为合理的假设,替代过去相对不合理的假设,从而提高我们的决策质量。 下面我们用一个日常生活中的例子,来介绍正确的反思过程,大家都去服装店买过衣服,一些卖衣服的销售人员看到顾客之后,会热情地凑过去介绍这个介绍那个,恨不得把店里所有的样式和衣服的材质,都给顾客讲一遍。 销售人员之所以会那么热情,是因为在他的心中有这样一个假设,顾客需要详细的介绍,才能更好地选出喜欢的衣服。 可结果证明这个假设是错误的,过多的热情会给顾客带来压力,甚至把顾客吓走,于是销售人员会进行反思,然后把之前的假设修改为,顾客需要一定的空间,挑选自己喜欢的样式。 假设经过校正之后,他也会改变自己的销售侧略,不再喋喋不休地介绍衣服,而是观察客户的表情与反应,当他发现顾客对衣服的材质,或者样式有疑问的时候,再去详细介绍。 这样一来,顾客逛衣服的时候会感到更自在一些,自然销售量也会上升,这就是一个人。 通过反思来不断优化原先假设的过程,当你做出的假设,越来越接近事实真相的时候,你对事情的预判也就会越发准确。 一个出入社会的矛头小子,开口总是会说错话得罪人,如果不懂反思,他一辈子都会,口不择言,令人讨厌,如果他懂得反思,则会逐渐修正自己的错误,成为一个高情商的人,一名投资者刚开始可能总是赔钱, 如果他懂得反思,就会不断矫正错误的投资策略,最终他将能够把投资的风险降到最低。 反思可以让一个人,逐渐看清隐藏在表面现象之后的真相,明白了反思的本质之后,我们还应该了解,反思过程中会遇到的两种阻碍,第一种是习惯,有时候我们通过反思,找到了自己可以改进的地方, 但是由于习惯的作用,我们还是会再次犯同样的错误,这就要求我们在反思的同时, 也要进行习惯的打破与重建,否则反思之后依旧保持就习惯,反思也就没有了意义。 第二种是逃避,我们难免会遇到让自己丢脸难看,痛苦的事情,面对这类事情,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逃避, 实际上越是让你感到难看的事情,越是应该深入反思,否则下次遇到相似的事情, 你还是会陷入同样的境地,所以我们应该通过反思,找到正确的应对方法,并且勇敢去做一次原先一直在逃避的事情, 这样一来问题才能真正解决,总之反思能够帮助我们更准确地预判事情的发展, 但是有能力做到深度反思的人很少,能够养成深度反思习惯的人更少, 因为,这需要一个人在证据不足的前提下,根据自己的推理尝试找出事情的真相, 反思者必须不断学习,才能做出高质量又深度的反思, 对于懂得反思的人来说,未来会有无限的可能性, 而对于不懂反思的人来说,他的现在就是他的未来, 最后请帮我点个赞,关注我,与你分享人生智慧。 感谢观看